哈囉,我是Wen 今天呢,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無印良品的棉花糖全品項開箱試吃 離上一次我做無印良品系列開箱的時間 好像有一點久了 那今天呢,我就買了他們家的棉花糖系列 總共出了6款會全品項的開箱試吃 那如果你還沒有看過上一部的 無印良品系列開箱的影片的話 我把連結放在這邊 你們可以點過去看一下 如果你非常愛吃棉花糖 或者是你根本就沒有吃過無印良品的棉花糖的話 今天的影片一定要看完喔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記得按下喜歡、訂閱、分享 那如果還沒追蹤IG的朋友可以去追蹤一下喔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 首先第一樣是棉花糖39元 我沒有開玩笑喔 他的品名真的叫做棉花糖 那這樣一包的話是80克 想想以前,棉花糖真的是小孩的天堂 他一個的大小我個人覺得蠻適中的 那也蠻Q彈的 其實我不太會形容這個的整體感受 你們想一下以前就是 你現在把眼睛閉起來 然後回想一下當年 在你小的時候 阿公阿嬤或者是爸爸媽媽 帶著你去乾媽店 要你選擇一個你最喜歡的甜食 他們要買給你吃 那你就冬早西早 最後選擇了棉花糖 然後買回家吃 眼睛睜開 對,就是那樣子 那甜度的話 我覺得有落在6-7分左右 那他在嘴裡的整體口感是非常的舒服的 稍微要咬一下他才會化掉 第二樣是 三色棉花糖 49元 那這一包的克數是 50公克 那因為他這個閃位期限稍微比較短 所以他就有8折 那他的定價是49元 這一款的三個顏色是 粉色、黃色跟白色 那大小是跟上一款是一樣的 這一款的整體感受阿 其實跟上一款是差不多的 當你吃到黃色或粉色的時候 會多了一點 我不太會形容的香味跟甜味 但你仔細如果一聞 這個跟 這兩個包裝的話 這個會比較單純一些 就是比較像 糖跟牛奶 那這個 就會多了一些 花果香嗎? 我不確定 因為他原料後面有寫 他多了 紅甜菜跟紅黃花的食用色素 這兩個如果只能讓我選擇一包的話 我應該還是會選擇這一個原色的棉花糖 因為他們兩個定價都是49元 那這個的克數會比較多一些 那就是依照個人的喜歡 如果喜歡少女心的話 可以買買看這個喔 第三樣是 懷舊棉花糖 49元 那這一個的話 一份是 17克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得 之前有一則笑話 就是關於這一個 有人去無印良品買了一個這個之後 回家 當作菜瓜布使用 然後他沾了水之後 想說 怎麼融化了 這個 的確長得是蠻像的啦 不過他還是棉花糖喔 看到這一款我就想起以前 如果去夜市的話 就會有人賣一支竹籤 然後上面有一大坨的棉花糖 我再把圖片放在這邊 那隨著年紀的增長 他的顏色也越來越多元了 有什麼黃色 藍色 綠色 紅色 粉色等等等 甚至有彩色 甚至有些餐廳會提供棉花糖的機器 就是你把糖倒進去 然後拿一支竹籤在那邊 然後他就一直這樣子轉轉轉轉轉 最後就會成為那一個的棉花糖 我記得小時候比較常吃的 好像是這一款 但是我也有記得 我有吃過 比較Q彈剛剛我分享的那一款 有沒有人年紀比較跟我相近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好懷念喔 以前啊 吃這個就會被家裡的人念 因為吃完這個啊 手跟嘴都超級黏的 然後又很愛去亂摸亂碰 吃這個真的讓我想起以前去夜市的那種感覺 這個就是入口即化 一碰到你的口水立刻換化成為糖 但是我覺得這個 現在長大吃起來真的超級無敵甜 連我這個螞蟻都快要受不了了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用手去捏它 你的手就是跟小時候一樣 超級黏 這種啊 我平常的話是不太會去回購啦 但是如果有一天我想要搭著 時光機回到過去的話 就會想要去買這個 正在看影片的你們啊 有沒有喜歡這一款棉花糖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再來介紹的三款就是屬於 圓球的棉花糖 第一個是 優格棉花糖 49元 這個的話一份是 60公克 一個的大小長的是這個樣子 大約是 50元銅板的大小 它的內餡長這樣子 黃黃的 我覺得這一款很好吃耶 它的優格不會像是外面賣的那種 一杯的優格 它的味道反而是那種 養樂多的感覺 酸酸甜甜的 我個人非常的喜歡這一款 第二種是 草莓棉花糖 49元 這一份的話是 97公克 這一個的大小跟上一款是 差不多的 但可能因為打光它是有一點呈現 淡粉色的 裡面是長這個樣子 有草莓的內餡 這一款也不錯 因為它的草莓內餡是走那種 酸酸甜甜的路線 不會到死甜或死酸的那一種 這一款表現得中上 但是我還是比較喜歡優格口味的 最後一樣是 抹茶奶油風味棉花糖 59元 這個一份的話是85克 應該是比較費工吧 所以它定價是59元 身為一個抹茶控它到底能不能過關呢 這一款的大小跟上面兩款的是一樣的 然後也是呈現淺綠色的 內餡長這個樣子 OMG 我只能說這一款的整體表現 真的是讓我太吃驚了 前兩款內餡的質地都是屬於半流半稠的那種狀態 但是這一款你可以看到剛剛我吃的內餡 它是屬於整個是稠的 它封存了非常濃郁 非常濃郁的抹茶的香氣 抹茶控準備起身去無印良品搶購囉 臨時狀況發生 我現在拍片拍到尾聲嘛 那你可以看到這一款 它現在快要全部換化成為砂糖了 就是它打開接觸到口水還是空氣 我不確定 它就會慢慢的消風消風消風 最後全部都會成為砂糖 所以這一款你打開之後要盡快的吃完 好 那六個品項全部都是吃完畢 那我會回購的商品 首先第一樣是抹茶奶油風味棉花糖 看到剛剛我對它讚不絕口 就知道我有多愛它了 如果你還沒有吃過無印良品的棉花糖 也敢吃抹茶的話 一定要試試看這一款 第二樣是優格棉花糖 我是因為它的內餡 所以我才會想要回購 因為通常吃棉花糖到最後會有一點膩 因為畢竟都是糖嘛 但它的內餡是走酸酸的養樂多路線 那如果你還沒有吃過的話 這個也可以去買買看 最後一樣我會回購的商品是 原色棉花糖 因為這一款還是最單純 然後最簡單的棉花糖 我喜歡它會勝過於剛剛的懷舊棉花糖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找棉花糖的話 可以先試試看這一款 好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無印良品棉花糖系列的全品項開箱試吃 那如果你有想要推薦給我 什麼樣的無印良品的東西 或者是有任何想法的話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最後不要忘記把我的影片按個喜歡 那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